今天我教你們做 青醬 來我告訴你這個是九層塔 不是一棵樹 其實我們做青醬的話 我們用的是羅勒 Vezo 羅勒它的味道比較不會這麼重 纖維比較嫩 其實還會帶一點點甜度在裡面 那我教大家怎麼用九層塔來做 比較類似接近的口感 像這種比較大片的 你用摸的 它會比較粗 那我們就不要用 那我們挑小片一點點的 然後摸起來比較滑順的嫩 然後來做青醬 它的味道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準備一個乾鍋 大蒜我們先剝皮 放在乾鍋上面 邊一下讓它香氣產生 等到它表面也是一樣 膠色 那就可以了 那這時候呢 我們把堅果放下去 任何堅果都可以 你容易取得為主 無鹽的 把它的香氣炒出來 因為蒜呢 跟堅果 融合起來 它的香氣是加倍的 其實青醬最重要的 就這個步驟而已 好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程度就OK了 你就去看它的堅果 都一點點焦焦的 然後我們把它倒在一個 容器裡面 九層塔 它的鮮味還是偏粗一點 所以我們水燙一下 我們只要冷化就好了 要不要再煮下去它會變黑 所以它的重點呢 水也要讓它滾 然後我們把九層塔放進去 放進之後呢 我們夾一顆鯷魚 鯷魚也是必要的元素之一 你如果沒有加它就不太構成事情 我跟你講 少許的鮮末脂 少許的 Husus Sauce 它是有點像辣醋 沒有這個的話呢 你可以加一點點檸檬 因為它主要是讓它一點點酸 胡椒齁 也是少許 然後我們最後再灑 因為它 鯷魚它有鹹度了 然後加上我們等一下加 起司粉也有鹹度了 你這時候再灑鹽巴的話 我怕會過鹹 好我們準備一下食物調理器 這萬能的 邊打邊加橄欖油 當然這個比例呢 其實呢 要看你個人 你喜歡九層塔 味道重一點 加多加一點九層塔 蒜味道重一點的加蒜 那我們這時候再灑一點點 起司粉 我們攪拌一下 因為這個我們是當作雞醬的概念 所以呢 我們就不加鹽巴了 所以這個青醬 基本上我們這樣就成功了 好來 我們現在用青醬做一個小點心 那我會先讓吐司烤一下 烤到這樣子 脆脆的 脆脆的之後 我們再塗上青醬 然後加熱一下下 香氣產生之後 就結束了 因為青醬呢 它上面有油脂含量其實蠻高的 加上面包呢 它太軟 你過度加熱 它的油脂融化之後 你麵包整個都吸到去油 然後我們再灑一點點的 起司上去 然後這時候我們烤 家裡用烤吐司的溫度 大概五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很簡單吧對不對 你看這個青醬 隨便用一用 就是很漂亮 看起來又可口 這麵包太好吃了 不是啦 青醬 青醬加熱麵包 我做美食 不用交男女朋友 隨時隨地都可以到達 讚 所以我之後會出去 陸續推出 有關青醬的不同的料理 那大家可以 再做這些醬 不用怕說我做一次就把它丟掉了 你可以同步的食用 然後變化出不同的菜色給大家吃 好 期待 好吃 真的好吃